早安,原意想,我叫艾玛Candy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一颗颗一粒粒这种圆润饱满串成一串串 然后会成串像瀑布一样的爆棚的 我们的紫玄月多肉植物 那么这样子它的这所有的叶片都如此的饱满 成这种仿锤形的这种多肉 其实它只要日照充足的话 它的这个茎就会变成这样子美丽的纸红色 所以你看得到它这样子的如果有日照 然后水分又有一点充足 它就可以长得这样子肥嘟嘟的 我们让大家看一看我这另外一个地方 你看看这个在阳台边 哇,这些紫玄月更是肥肥壮壮的 因为这里的水分更充足 所以你看得到它其实只要 它也算是耐阴性的植物 那它只要有一点点就是日照呢 有一些日照也就是半日照这样子的 我原本这一盆是放在阳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特地搬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样子的紫玄月呢 它在秋冬会开黄色的小花 所以它又有个名称叫做黄花星月 随着光照的变化 它的叶色呢就会变得 会有所变化 然后这个叶色多变啊 这种美丽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绽放 默默的美丽垂掉出这个可爱的 垂掉多肉 真是太美丽了 因为它垂掉的太大一撮 我原本是放在阳台上面啦 会有洞洞 所以我怕它就掉满地 所以因此呢 我现在做一个铁架 把它框成一个 两个摸字形容一个十字 然后让它攀腾在这里 攀腾在铁架上面 然后让有部分呢垂掉下来 紫玄月就是非常适合点缀 然后做这样子的组合盆栽 做这样子的组合盆栽 我这个组合盆栽大概有 一二三四五五个小小盆栽 组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美丽 娇艳的长睡花紫色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天天都会让你非常心情怒放的日日春 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红龙草 也就是它现在日照比较多 它就绿色 然后这个日照比较少的时候 躲在这个日日春底下呈现红色 然后它其实在秋冬的时候会开白色了 会开白色的这个一粒一粒的 我刚刚把它摘下来 这个在这个红龙草上面 就是在这里让大家看清楚 在红龙草呢 它在秋冬的时候 秋冬的时候会开这样白色 现在干燥的呈现有一点土黄色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龙草 然后我这里躲在这底下呢 其实它是会 我放在阳台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方向是向阳的 就是阳光 西晒的阳光是从这边进来 所以呢 这里就是种了这个景天形的这个多肉 这个呢 这就是我们的黄花新月子玄月这个多肉 它擦肢就能火 你看看 这个这些这几只呢 原本是整个干扁扁呈现皱褶的现状 但是我只要剪下来 然后再把它擦在土里面 这个大概十天左右 你看它慢慢慢慢的恢复 慢慢的恢复 它就会再一次的奔放爆棚 所以它就可以再长得很好 这个子玄月呢 就是我们多肉非常好种植 然后在寂静的岁月中 它就会美出自我的美丽子玄月 再来这里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 好处理 咱们 了 快